他們有小朋友 妳再半蹲一下 什麼意思 沒有 我就是在家 就是做一些該做的運動 我說實在話這件事 該做的運動 北西普斯 很會耶 那妳可能要再踢著這往上一點 妳讓我拍那個V啊 哇賽 妳幫我接喔 專業攝影師啊 再來歡迎Yuri 哇 這什麼不合理的身材啊 哇 妳腹肌也咧 妳身材還太好了 請坐這一間 今天妳怎麼會答應這個局啊 對啊 我思考了一下耶 原來她最近都在討宣傳期 她討不掉了 去年的時候就有問說 到底要不要出寫真這件事情 猶豫了一年 因為後來呢 就是這個出版社找我 然後她是說 妳想要拍怎樣的照片 都可以討論 就是她沒有一定要 負重在什麼寶梗 等一下她後面有台報 妳要不要先把台報拿起來 台報在哪裡 她都輸了後面 不然她等一下掉下來 還有一張 一本裡面送兩張 對 我送給妳的版本是那個 成品的 然後送給沐妍的是 MOMO 所以我們是不一樣的版本 對 不一樣的版本 怎麼說 MOMO的版本 有自己獨家的海報 然後成品的 也有自己獨家的海報 都是限量的 欸 已經搶完囉 限量版的海報搶完 但是經典版 就是還是有附一本書 跟一張海報 欸 一直都可以買 我覺得她的照片啊 是那種唯美系列的 因為跟苡萱那種不太一樣 苡萱那種 苡萱那種活辣 我給大家偷看一點 而且她還 她旁邊還有一些文字 對 小心 我是夏天的搖滾 冬天的伴搖 春天的爵士 夏天的雷鬼 是怎麼樣 春夏秋冬在跳 對 但是妳有發現我寫錯字嗎 那個哪裡啊 春夏秋冬少了什麼 春 對啊 秋天的搖滾 夏天的雷鬼 妳要去騎秋鞋啊 不是 我都沒有發現 我寫錯字耶 是我的鐵粉發現說 秋天哭哭 大家如果要看的話 自己去買 我們這邊 先不讓妳看 大家都說這一本書 是如果有在學攝影的人 都會非常喜歡的 我很喜歡 你們兩個也太騙太了吧 這次她的照片 我覺得很喜歡 是因為她不是擺拍 是很多就是很自然的一些抓拍 再來的一些表情 是沒有看鏡頭的那種 就把它自然 對 這次寫真就是想要走很real的感覺 所以妳拍照是怎樣 是 然後抓拍 可能要放慢 那妳寫真是怎麼拍 是定格拍 我都有 這次路線是想要走那種生活感 所以很多都是一個瞬間要攝影師抓拍 我覺得都抓得很好 我等一下來好好觀补一下 首先第一題請問 妳為什麼會加入阿拉隊呢 這好多人問這一題喔 這個我已經回答到爛掉了 那妳再回來 妳是從哪一年 開始在那裡 五年前的話 是2015 516 先統一嗎 對 我在統一跳兩年 然後在這邊桃園跳三年 感覺妳才剛來而已耶 對 我感覺剛來 我已經不年輕了喔 現在是寶貝了 時間過超快耶 剛開始是當練習生 然後在練習室練習唱跳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都要練習 所以我都 有肖像全問題 所以我不能去拍什麼平面啊 什麼打工 我只能去什麼濾蓋啊 飲料店服裝店 就是賺那個時薪 然後一直到 我拍了一個統一師的樂意 拜託我的經濟公司讓我參與這樣子 然後妳現在也很非常享受在其中 對我就跳跳跳 然後離開的時候 然後來到樂天 欸 跳跳跳 欸 怎麼過三年了 妳喜歡跳舞嗎 我很喜歡跳舞耶 國三 第一次跳舞的時候會跳起爬 學這個是什麼 這個 爬屁 電流 電流 什麼啦 這也是被妳練到的 請問 妳從統一到樂天 有被酸民罵嗎 是怎麼調是心情的 其實一定會有啦 一定會有一些失望的失明 那時候 Lamigo時期的時候 桃園隊當然就是 窮迷都會說 欸 歡迎妳來 歡迎Yuri來這樣子 但是那時候 離開師隊的時候 蠻多師迷們就說 覺得對我很失望 然後就是 怎麼會離開我們 但後來他們也都是 轉為祝福 對 因為我那時候有說 因為我有其他工作都在台北 然後我這樣子 要南下 每天就是台北台南來回 其實我是賺到錢的 然後再加上時間就是不允許這樣子 撐了一年之後就覺得還是 換個門 對 思考一下未來 而且大部分現在 大家 球迷都是理性的 都是以祝福為主 請問 跳舞跟演戲妳會學哪一個 因為當初我有問過妳 妳說妳比較想要當歌手 對 歌手 我想要當唱跳歌手 愛的事 你太多 什麼 這已經過時了 我覺得我最近呢 心靈就是比較沈澱下來 所以我最近都是聽滿歌 而且妳就是當真的在啦啦隊 以舞蹈為深的時候 對這個跳舞的慾望呢 就稍微低 妳想到要跳舞 就反正渴望稍微平復了一下 對 就稍微先轉換在唱歌上面 那我這一問好了 妳最近就是最常聽什麼歌 我最近最常聽的是 林俊傑的那個暫時的記號 你們可以去聽 真的很好聽 我也沒聽過耶 妳就希望那個 他不唱兩句嗎 沒關係我等 我等觀眾唱給我聽 好不好 他裡面的歌詞 帶給妳什麼樣的感情 為什麼會喜歡這首歌 我只是覺得他很平靜而已 他其實是一個平靜人耶 因為他都載在家 我認識他到現在 我發現他從工作之外 就常帶來的地方 就是他家沙發 對啊 他可以懶在沙發上 然後最常做的事情就是看劇 玩貓 你們很了解我啊 對啊欸 他真的追不出來的耶 然後上次墓園 甚至才揪出來一次而已 但他很有心耶 他自己問我說 妳上次有要幹嘛 要不要吃飯 我說喔 我這個不錯 對我真的就是豁出去了 真的把我自己 從家裡移出去 那剛好有一個說 聽說妳超級摘 請問摘在家都在幹嘛 我就是都在看劇啊 就沒有 就跟你們想的一樣 打麻將 沒有打麻將還是要揪咖 那有的時候我會覺得 揪咖好像很麻煩 很打擾別人 所以其實我都是別人主動問 我要不要打麻將我才打麻將 而且他超會打麻將 但他已經為了這件事情 直接在家裡買 電動麻將桌 欸很方便欸 我跟你說這個人 他什麼事情 等一下說他極致 沒有我因為我剛開始打麻將的時候呢 就是被笑說 就是很慢啊很費很爛 不想跟你打麻將 我舊子就燃起了一些聖父慾 他上去狂淫我跟小凡欸 誰跟我說他很爛的 他有一 就是一副輕鬆的去打 結果出超纏 可是我打麻將的時候 打超慢的欸 要想很明顯 他現在越來越厲害了 對啊 就是會想啊 等一下啊 然後這樣 然後在那邊排 然後我們就真的想說 他就是很常就是自己一個人 然後會想出一些語錄 對 我覺得他發語錄時間 都是凌晨半夜 對他都凌晨 你也很懂我的時間 因為我們看到那個時間點奇怪 怎麼會有人現在還在發 我覺得巨蟹座的小劇場很多 就是尤其在深夜的時候 就是會想很多很多 念式巨蟹座 但是他只能理解 身為終止歲證的巨蟹座 有預計什麼發生小孩嗎 生小孩 欸 剛剛他說他動了 等一下等一下 這是誰問的問題 超多人問的啊 什麼啊 真的 這麼早 還是你覺得我時候到了 還沒吧 我覺得他起碼還是在玩10年 應該是那個期許啦 其實我小時候的人生規劃是 25歲結婚 26歲懷孕 27歲生小孩 結果現在 跟我一回啊 真的嗎 結果計畫感不算變化 對 不知不覺就已經到了超過 已經小孩生完的年紀了 真的 所以我就想說 這些好像也是不太重要 順其自然 這些東西都是30歲以後再來討論 也許我30歲以後就會有答案 其實像我家裡的人都希望 我不完婚 因為我們年紀就是隨著增長之後 我們思考要成熟 所以在人與人相處的時候 比較懂得怎麼樣去磨合 然後工作 對 反而婚姻會更辛苦 真的 其實不用貪款 不用急啦 請問這次寫真拍攝有覺得辛苦的地方嗎 我覺得最辛苦的地方就是在自己吃飯 因為我去台南拍都想說 欸好爽喔 可以大吃一頓欸 然後 就是因為我換妝啊 大家都知道工作的時候 真的是很難 有辦法按時吃飯 就通常工作人員在吃飯的時候 我們就是換妝的時候 所以 最辛苦的地方就是 晚睡 早起 過勞 沒吃飯 欸你拍幾天啊 四天三夜 算是四天三夜 那你幾套 你幾套 我的造型大概24套 欸那很強欸 欸你90套還敢講 沒有沒有 因為我幾乎加一加天數超過大概10 因為我們是分散一餐 那能是一不做起 我那三天就是 我本來沒有什麼問題喔 然後因為太緊張還是什麼樣 還是太倉促 我就吃兩口飯 然後就開始胃造型 然後之後的每一餐 我都不是吃兩口飯 就開始吃了一樣 是不是壓力太大了 真的是 我本來是帶我抱著很輕鬆的心靈去的喔 有時候是無形的壓力 但是沒關係 你的作品是好看的 真的是幸好 幸好沒有拍出我胃痛的樣子 請問你會想要當樂天女孩的隊長嗎 完全不會想要欸 真的是不要鬧 千萬不要啊 真的沒有關係 因為院長看起來就是瘋狂瘋狂 可是其實要做太多的事情 太辛苦了 而且其實說真的 我就算上班上到現在 我每一次上班前還是都覺得蠻交流的 而且千萬不能給我們兩個當隊長 因為我們兩個太Q 忘記交代了 你就會看到隊長 然後每天都在私訊別人說 欸明天要穿這個嗎 明天要穿這個嗎 明天要穿紅皮帶嗎 明天的褲子是什麼 所以要很細心的人 然後並且就是看壓力要蠻大的 因為他必須要自己的五臉好 然後自己的狀態都很OK 然後交付就是 球隊長官給的任務 對啦 好像才剛當球員 然後就疫情了 可是其實遇到的疫情壓力也是很大 因為你沒有看著大家說 你真的不知道女孩們之間會發生什麼事 對 所以以萱很偉大欸 以萱當了兩年欸 他那下認出隊長在當隊長 超厲害 他等於是當了三年 但是不得不說他真的很適合當隊長 我覺得當隊長有個壓力 就是你要面對女孩還要面對長官 還有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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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媒體 隊長就是設定到說他是一個leader 他應該是一個模範生的角度 那你當衛生補長可以嗎 也不用欸 我覺得我算是挺沒衛生補長 我的白手套永遠都是黑手套 我每次看著我的手套我就想說 什麼 我真的很恥辱啊 為什麼別人手套這麼白 我的手套總是這麼黑呢 那有人說 鏘起來特別可愛請長鏘 有嗎 有 就是你的鏘不會讓你生氣 你不是裝個鏘 對你是真鏘 而且有的人的鏘鏘啊 就啊 我曉得喔 誰 對你的嗎 我已經有上次依依跟小凡妹子 真的太驚爆了 現在來賓都非常聰明 你學會什麼就是逃離那些問題 好的 那接下來下一題 請問你都是怎麼減肥的呢 因為我都 我食量蠻大的 而且我都亂吃東西 譬如說什麼鹹酥雞乳味 麵 火鍋 泡麵 而且它的火鍋 是麻辣鍋 對 我都是喜歡吃這種重口味的食物 但是呢 你要我把一天的寇打拿去吃養生餐 我就不太願意 以後我就覺得 我的寇打就只有這些 我何不拿去吃我小吃的東西 不行 如果真的要減肥的時候 我就會 斷冰跟斷糖 因為吃冰的很容易 那個腹部的脂肪會變多 喔 對 對 所以它腹部的脂肪會變多 就是你會覺得體脂比較 就沒有那麼乾 然後小腹就會萎吐 就算你再瘦你的小腹就吐了 它沒有小腹 你再半蹲一下 什麼意思 欸 你有特別去練嗎 就是拍攝的時候 沒有 沒有 我就是在家 就是做一些該做的運動 我說實在話這件事情 該做的運動 他有約我一起去健身 對 然後我們兩個還一起付了那個教練費 然後我們兩個就一起都沒有去 每次都給我付負罪了 哪有每次啊 所以你們兩個誰不要買 我負罪有趣欸 因為我照顧員是不運動的人 我不愛啊 但是他那時候是真的有 因為拍攝的那種關係 他那時候有積極的想要去運動 對 我們來訪問一下那個攝影師最喜歡哪一個 我們剛剛討論出來 就是你可以看我們有整理出幾頁 我只能說他這次拍攝的團隊心機很重 怎麼說 真的嗎 很懂男生要的是什麼 我覺得男生會要的是97頁 你看到97頁 登登 去看到 為什麼勒 因為這個就是男生會喜歡的 他上一張其實也很 對 上一張其實也很 可是我覺得too much 我覺得這個是網友會喜歡 最剛好的 你以為就這樣嗎沒有 我們剛才看到一個星期更重的 139頁 這個標準男生會喜歡的 我給大家看囉 這一組我超喜歡 說一下為什麼喜歡男生 就是兩個啊 第一個就是鎖骨這邊 就是男生會就是沒有辦法招架 然後再他又綁馬尾 而且還穿 因為他這種內衣不是色型的那種感覺 對而且他有穿牛仔褲 對 那就是會有一種 好像要居家又不居家 那種女朋友早上起來 然後綁馬尾那種感覺 狂點頭耶 很性感耶 所以大家好不好 趕快用行動來支持Yuri 好的那接下來呢 我要要求Yuri跟沐妍來跟我拍張照片啊 1 2 3 好 欸你幹嘛 你想要當專業攝影師啊 我們這裡有一個真正的專業攝影師 好 來我們請沐妍來幫我們拍 這個Sexy的Pose SexyPose 喔 欸很會耶 那你可能要再屁股這麼爽一點 你讓我拍那個V啊 哇賽 屁股幫我接喔 專業攝影師啊 唉唷 可以再拍一張嗎 謝謝 來我再拍一張 那個魔鬼視角 1 2 你後面真的很會 她很會弄腳步 她很會弄女生 那我的這個賞信呢 我們在各大的數位平台都可以買得到 那最重要就是樂天COBO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幫我一起出實體寫真 想看實體書 想看 那Yuri呢 我的實體寫真書呢 已經在 博客來 樂天書成 成品 MOMO 金食堂 上下了 YA 大家只要到這些通路去購買的話 就可以 我的 很可愛可愛 我跟你講這段不要剪掉 支持她就是這樣子 非常可愛喔 就可以獲得一本書跟裡面的海報 嗯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你們的哈號 到下3差4差5差6差